我跟你讲我生儿子你生女儿都不一样 你女儿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你说 你女儿子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我女儿就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我生儿子我怕什么随便啊 谁怕还不知道 硬财这段危险发言惹怒了所有女性群体 2018年硬财和欧帝录制真心大冒险时 就儿女的恋爱问题产生了争执 起初欧帝看见节目中 女嘉宾对待男嘉宾的态度 发出了一句感叹说 女孩子要拿得起放得下 对于欧帝的话 硬财表示赞同 对你这样是对的 很多爸爸根本不能讲这话生气 我跟你讲我生儿子你生女儿都不一样 可能因为关系不错 硬财还继续问欧帝 你女儿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你说 欧帝可能听了这些话有些不舒服 随即反击道 你女儿子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我女儿就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对于欧帝的发言 硬财无所谓的表示 我生儿子我怕什么随便啊 可能是因为硬财的表情过于理所应当 再加上他说出的话 让人产生了一种仗着生的是儿子 就百足高姿态的样子 所以节目播出后 不少人因为他这几句话对他口出笔伐 表示他的发言中带有对儿子的纵容 和对女性的不负责任的意思 还被指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 不过对此硬财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只是在微博上转发某博主发的 有关自己发言的微博 并配文一句 我生儿子我怕什么 似乎是在肯定自己的观念 只是这样的回应 却带有很大歧视 让更多的人接受不了 纷纷表示对他托粉取关 但也有人表示硬财儿可能只是想表示 自己儿子在恋爱中不容易吃亏的意思 只是发言不够谨慎 并没有什么恶意 其实这也不是硬财儿第一次被指重男轻女了 他此前曾直言自己第二胎不想生女儿 生女儿的话就是 就万一长得跟我老公一模一样 就是不太好 其实这段采访他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毕竟了解硬财儿的人都知道 他是有点耿直在身上的 其实早在陈小春和Jasper 要去参加爸爸去哪儿 第五季时 硬财儿就因为比较耿直的发言 让不少人忍惊不禁 当时陈小春父子准备出发 节目组对硬财儿做了一段采访 对于硬财儿的霸气叮嘱 节目组确实也有做到 后来在某一期节目里 Jasper不小心摔倒了 摄影师果然第一时间冲上去 放下设备 先抱起Jasper看看他有没有事情 看来是把硬财儿的叮嘱牢牢记住了 只不过因为硬财儿的性格问题 很多时候他的发言明明是出于好心 却因为语气的问题 让人听了 却感到十分不适 小心点宝贝儿 硬财儿凶神恶煞地说出这句话时 有多少人心疼Jasper 在《三个院子》这档节目中 根据节目组要求 硬财儿作为房主需要招待一批住客 其中就有小熊一家 客人入住后 当天的晚饭 由小熊一家的爸爸和陈小春解决 他们做了手擀面给大家吃 吃饭的时候原本还在和刘维谈论手擀面的硬财儿 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阵缩面的声音 他当即就变了脸色 看向发出声音的小熊 严肃道 听了硬财儿的话后 也纠正了自己吃饭的问题 不再发出声音 并得到了硬财儿的认可 节目播出后 不少人表示 硬财儿的教育方式 除了刚开始的语气 有点让人不舒服 但出发点是好的 并没有错 难怪Jasper那么懂事 同时也有不少人表示 希望硬财儿下次出于好心纠正人的时候 语气能改一下就好了 可能就不会让人误会了 毕竟他之前录节目时出于好心的举动 比如在节目中教卫大薰说英语 还要指出饮儿吃自助餐浪费的时候 你吃多少拿多少好不好 你这样吃我儿子被我打一顿 真的假的 当然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浪费食物 就是因为语气问题常常落不到一点好处 被人指责态度高高在上 不仅如此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的一期节目里 硬财的举动 你可以把那个剩下这种两块的就给他们吃就好了 听见硬财儿如此强硬的发言 一旁的工作人员差点绷不住自己的表情 节目播出后 硬财儿也因此被不少人指责 就算她是不想浪费食物 但如此高高在上的语气 和带着施舍态度的举止 是个人都不会开心的 Jasper的家教有多言 从硬财儿的一个举动就可以看出来了 新生日记的某期节目中 硬财儿和妈妈正其乐融融地为小儿子吃东西 一旁明显做了坏事 略带不安的Jasper朝三人走来 一走进来就先开口道歉 此时也可以看出硬财儿已经在发火的边缘了 只字墨若母 其实硬财儿已经猜到了Jasper为什么会删视频 但就是想要她自己说出来 此时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的Jasper 连饭都不敢吃独自上楼了 虽然视频是她自己拍的 但硬财儿还是很生气 她觉得Jasper没有经过允许 就将导演组的视频删掉 这一点是不对的 所以才生气的 而楼上冷静的Jasper 主动和导演组解释了自己的过失 并在自我调节后 向家里的每一个镜头都进行了道歉 然后和妈妈达成了和解 对于自己的教育方式 硬财儿表示 我觉得抗压性很重要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 童年都过得很好 我就很害怕 你们将来碰到一点点事情 就先爆炸 不得不说 硬财儿的教育方式虽然很硬核 但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成效 此前在节目录制中 Jasper曾因为做游戏输了比赛 因此有点恼羞成怒 甚至哭泣 面对儿子的表现 硬财儿只是告诉她 你的人生就不是每一次都会赢 有时候会输 有时候会赢 听了硬财儿的开刀以后 Jasper确实慢慢接受了比赛结果 不再生闷气 用硬财儿自解的话说就是 让小朋友失败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父母就是怕小孩子失败 是帮他这个帮他那个 说出的意思就是 我只要告诉你 你要选择 你选择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选择了 你失败了 这是你的成长 小孩子一定要失败才能成长 而这只是硬财儿虎妈教育下的一小部分罢了 在教Jasper学习中文的时候 硬财儿也是严厉中带着温暖 虽然因为Jasper不认识很多字 耐心高庆 但在冷静之后 硬财儿还是十分认真的 告诉儿子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并纠正他的学习方式 正是在硬财儿的严厉认真的教育下 大家在节目中看到的Jasper才会那么懂事 同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育 她才不至于走歪 不得不说硬财儿的教育方式 是当代很多家庭所需要学习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